我們還是按順序來公布 首先要看 在家裡不知道排行第幾的 差點叫另一個名字的龐博的得票情況 小慧演完的時候還有點慌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挺強的 我可能會待定或者淘汰的地方 他們三個人的風格其實還比較接近 龐博的表演也在進化 然後他跟Rock都是那種老將歸來的感覺 就龐博確實在我心裡覺得相對也好一點 160 啊 踢得到這個 139 哇 139 因為缺兩兩燈嘛 在他們這一組起碼待定了嗎 應該不會淘汰 小慧 中國工人雜誌 是經常互動的女明星 讓我們來看一下 小慧最終的得票情況 比賽前還挺緊張的 因為我怕就是他們兩個太好嫌了 我太弱了 覺得小慧表現得挺好的 因為他在那個位置上去 本來以為他會是心理素質比較差 然後節奏亂掉 結果他沒有 而且小慧我覺得他最厲害的 還是在臺上很自然 他就是想告訴你一些東西 想跟你 想讓你笑一笑 這個力量是很強大的 122其實也是不低的票數 對 對 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心理很不正常的 嘿嘿 Rock 可能在122和139之間就是那種 127吧 127 你在幹嘛 我睡著了 127 127 127 最終的得票情況 稍微有些失誤 現在感覺觀眾挺敏感 就是你稍微露一些破綻 大家都能捕捉得到 Rock是那種 冷不停給你來一下那種 Rock可能他有他自己表演的技巧 可能那種舞台感 或者說敘述性故事的這種狀態挺好的 尤其像Rock他這次的表演感 其實非常好 然後也很獨特 他在小的劇場 就是會特別有感染力 效果特別好 到大一點的劇場 可能效果會受到影響 我覺得Rock太在意他表達的完整性了 他就是給的不夠 我覺得是新人的進步非常快 你一定要給到最滿 一二七 一二七 哦 哦 啊 不可能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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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師父 什麼意思 你這是什麼 你搞得像我弄的黑幕一樣 他又才得 不可能 我要復活你 張小蕙 他這麼可愛 啊 就差五票 小蕙就要離開我們了 請拿起麥克風 再跟我們聊兩句 是 本來寫了八百個字的淘汰感言 他們讓我刪到一分鐘 那我講快點 我覺得 你怎麼還準備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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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知道你為什麼被淘汰嗎 哈哈哈 太不吉利了 咱們都準備這玩意了 我這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嗯 首先很感謝我的領導支持 我搞這個 哈哈哈 他們真的非常開明 然後每次請家都跟他們說 這把肯定淘汰 以後就回去好好上班 每次都晉級了 我這回就是忘說了 哎呦 我就被淘汰了 但是真的領導不要再讓我去粉絲群賣車了 真的 哈哈哈 啊 就這幾年也就是我們行業不景氣 要不然這個節目的冠名商 說不定是我們公司呢 嗯 我就帶字禁足 我覺得我怎麼著應該也不會被淘汰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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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 然後還要感謝無憂喜劇 然後當初就是皮球他們勸我過來參加 他們說來了就能見到五月天 騙子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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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貨太逗 然後還要感謝肖果文化 真的你們公司每次出事 我們公司的紀檢委都會找我談話 就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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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讓我截身自好 哈哈哈 那我重新說一半 他感人感氣效果文化給我提供了這個平台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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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完全是講這個 他為什麼不講那個 你們你們真的給我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煩恼 哈哈哈 今天我感覺好多演員都不開心 我覺得一份工作如果讓你們不開心 你們就考慮换個領導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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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输了快乐 拿了大王又如何呢 有道理 拿了大王 你们当然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所以你们有活可以想着点 我便宜还不挑活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我这么懒的人 我当初就是为了抱怨一下生活 然后他们跟我说 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门槛也太低了 我觉得 感言也太账了 转场最佳 我现在每天被逼着写稿子 演出子 比赛子 还让我上点心 我的心太大了 不好上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发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好了 好了 我感谢完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想我 线下再见 谢谢小翠 再见 谢谢 祝你我 祝你我 我们要复活你 你不能为啥回去工作 最后这段告别短言是最好笑的 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是你为什么不演这一段呢 就是啊 这段太炸了 我有一句话忘说了 就是刚才那段他们肯定要问我为啥不放在段子里 我是想把我的综艺效果跟我的那个作品分开 对 小慧那一段淘汰感言应该是全场最好笑的 甚至可能是这两期 这两期节目最好笑的一段 小慧太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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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平时都一天就现在要死要活着了 但他不 我感觉他很从容 我很太喜欢他了 就是他一上来就说反正我知道这次不行了 然后我就开始就开始演这个 就演这个不就什么了吗 手指也来了 没事 他就逼着咱们复活他呢 咱们不复活他的话 显得好像 他把咱们逼上了绝路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上一场也有人表现得很好 就是我们三个要根据上下半场 在六个淘汰的中只能call back一个人 所以要 不一定 万一等一会王建国又淘汰了他 王建国争点气啊 别老邪音了 你们别这会激动 对不对 上一场还有中期末呢 对不对 还梦川呢 这怎么说呀 不知道 我们一会再看吧 全完了再说 我们首先恭喜Rock进入带定区 继续争夺半决赛的资格 对这个结果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没有想说的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表现一般吧 对 跟我预期表现不一样的地方是Rock的分数偏低了 就是他的那个段子 应该绝对不只是这个水平 Rock就是 那一段段子挺好的 我觉得他就有一 有机的劲儿没使上 他是一个演技派的托托艺人 他把自个儿搁在一个就是一个那种很卑微 就是很招不招很很招惩的一种一种人的那种角色里头 让别人发现啊 我觉得这种也是一种就是挺酷的一件事 恭喜彭博成功继续 我觉得彭博的表演啊 就还是非常有冲劲 就跟他这一季一直以来的表现是一样的 他在舞台上还是那么潇洒 就是一直有着那种大王的气势 我觉得这个是别人很难具有的 所以他的票数也就高了 因为他的压力真的很大 而且他演的不是他最爽跟最享受的状态 他可以更好 他也能更好 那我也能体会到他的压力